另外向代表钟明秋针对了建筍等地方农特产的行销 建设工程招标方式以及是否规划发放防疫礼金等议题 一件一件的来质询 向代表钟明秋质询 仍是向建筍原面积不多 却成为商工所农产行销推广的要角 请向公所说明 再者向代表钟明秋肯定 乡公所近几年来建设地方的美意 然而对于建设工程招标方式直询 对钟明秋直询直指 公所皆以统报方式来招标 向长成金光即刻驳斥并详加说明 为什么其他我们瑞税相跟其他象征不一样的建设 我们瑞税相跟所的工程几乎都是用土包 没有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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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不是 不是 把相关规范去做去办理 那目前公所这些年来没有办过同胞工程 唯一一个你说到同胞的部分我不确定是什么 但是我们在做果化无据的时候我们是使用PCM 另外持续关注提案追踪 湘工所能比照其他乡镇市发放防疫礼金 至今湘工所确认坚持不发 钟明秋不解也不满 与乡长成金光以及相关客室主管争执 我上一次会期我提供对税相跟一个一千块的防疫基金 相反你说对税相跟所没请 客长你也不够客长你也不够你进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想请问一下 万能相跟所五千块人家都拉的 对不对 还有我们临近的一礼两千 光顾两千 人家都没有在做牌 人家还比我们对这四年正常 代表上是其一个是所谓的防疫的津贴 那依据地方制度法的18、19、20条的部分 卫生事项在地方最低的层级是到县所 是直下市跟县市 那也就是说乡镇公所 乡镇市公所的部分 在约列的部分是无法相关的依据 乡长陈金光也再一次强调重申 在没有法源依据下绝不跟风发放 但也乐于透过其他社会救助福利等管道 来提振护后 瑞瑟乡在地经济产业民生生活的发展 记者时宜蓝瑞瑞瑟采访报道